畫面中可以看到一輛黑色小客車 越來越偏移車道 就這樣迎面撞上對象機車駕駛 接著在一路撞擊停放的汽車和機車 總計10台車受到損害 事發就在24號下午 周姓駕駛行經桃園八德桃的路上 疑似是因為精神不濟 不斷偏移車道 直接撞上夜姓女駕駛 導致她腿部受傷 機車也嚴重毀損 車殼噴飛 就這樣倒在路邊 但其實男子在更早之前 就已經不斷偏離車道 還差點掉進田裡 帶您聽聽附近民眾和警方的說法 那可能沒嚇到 怎麼都壞掉了 當時那台車就從那邊 就直接逆向開過來 然後撞到一個阿姨的摩托車 整台車飛起來撞到這邊來 然後還好我們人都在裡面工作 雙方當事人金呼氣酒車子均為零 詳細造勢原因尚待釐清 巨大碰撞聲響也讓附近民眾下壞 警方或報道場也立刻協助維護交通 而詳細事故原因還有待調查離清